嘿大家好,我O成好 那今天呢 我要來玩這個薩尼啊 那薩尼在改版之後呢 其實我一直都蠻想要去玩玩看這隻角色 那剛好這禮拜是這個 免廢角啊 那 薩尼呢曾經是一隻廢角吧 如今變成免廢角呢 我們就要好好的一探究竟他到底 這次改版變得多強 那 薩尼我已經玩了大概好幾十場了啦 所以稍微也掌握一些使用薩尼的一些訣竅 那前期這裡呢 我們的悟空呢因為好像網路關係所以晚了一點進場 那我就先幫他打一下這個藍 那對方的這個 漁人也是非常的機點啊 一直想要過來 反我們的野啊 那還好呢悟空打的比較慢 因為他前面沒來 所以漁人這個時機點呢剛好被抓錯了 不然我覺得這個漁人其實 差不多那時候過來的話 我們的藍可能已經快打完 很有可能會被他 直接就是 制裁掉 那 薩尼這隻角色呢 其實 他的背景啦 他可是一個 帝國的繼承者 他到這個沙漠去 討伐過這個 阿茲卡班 的逃犯 阿茲卡 還有啊 我們的那個蝙蝠俠 也是他徵招來的 還有 悟空呢 也是他徵招來的 反正薩尼的故事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 他就是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 國王嘛 那蠻多角色都跟他有 略為的關係呀 那好了回到我們這個傳說戰場來喔 那 前期呢 我就想要 多支援啦 因為我是一個 浮探嘛 那所以我就先買 把遊蕩者之靴給買出來 那薩尼的 這隻角色呢 他這次改版 最強的就是他的大招 他大招呢 號稱就是 一個 20秒的斬殺 當這個 大招 達到 三等的時候呢 他就是一個 20秒的斬殺 再加上自身帶斬殺 雙斬殺的一個戰士喔 所以我覺得 哇 我已經先被拿走了 好算了沒關係 不過 反正我覺得薩尼 雖然說 他的這個基本素質呢 要坦也沒很坦 要攻擊也沒很 攻擊力也沒很強 你看拿這麼大的一把劍 在死神的世界裡 劍越大 表示自己能量越強 雖然說有大部分人都是把自己劍 給變小喔 比較方便攜帶 好啦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薩尼呢他的這個一技呢 其實他這個 盆沖直撞是推的相當遠啦 大概有長城頭推到長城尾這麼遠吧 然後又可以 直接把對手呢 推到你想要推到的地方啊 看是要推到 殯衣館呢 還是要推到這個 汽車旅館都可以啊 那最主要薩尼就是這個一技呢 一定要推好 那像這裡 來直接一個 斬殺 沒有剛剛那個大劍 沒打到對方的魚人 他跳走啊 不過 因為我身上帶的是斬殺嘛 所以剛好也可以直接 收掉他的人頭啊 那斬殺跟上野這把大劍呢 這個大招呢 都是一個 會打真實傷害啊 因為斬殺也是真實傷害嘛 所以像魚人這種 他如果血量非常非常的慘 但他直接開了大招 那你一個斬殺或是 一個巨劍這樣揮下去啊 他也是 必須要去喝孟婆湯的 好不好 那這裡呢 我好像看到我們的魚人 開了斬殺喔 所以他罵了一個靠北啊 還蠻好笑的 剛一過來就看到 我們這個大象 開了一個斬殺喔 那隊友就是 無奇不有啊 也是蠻有趣的 好不好 把斬殺當點心在開啊 那這裡我又看到一坨人了 我趕快過來 直接就是橫衝直撞 哇什麼人都沒撞到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失誤啊 在這場會戰當中呢 我率先的開啟了一個失誤 那 我們這隻 牧家爵 我覺得他的走位真的是 非常糟糕 他居然一個人走到那個中間喔 想必一定是被玩弄喔 那我就在這個 草蹲一下 那看到這隻殘血的納克 好直接把他推到對面的草叢 最後一鍵斬殺 收掉他 連斬殺都不用開啊 這把超級大劍呢 揮下去呢 也是讓他一命呼呼啊 那在這裡呢 我就先收了 兩顆人頭以及一個助攻喔 那趕快的回到上路這裡 清兵線喔 那這邊 兵線已經都被對方給推過來 那對方的這個上路呢 是 漁人再加上這個 北寶兔喔 那悟空已經駕到了 那我直接就是 稍微的poke他們一下 那結果對方的金納也過來 我躲在這個草叢 啊 又沒推到啊 太可惡啦 薩尼的這個 這個 輔助技能呢 就是一定要 盡量去推到對手 而且要推到自己想要推的地方 這就是薩尼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技巧 也是最關鍵的啊 你只要推得好啊 飛黃騰達啊 推不好啊 隔壁領便當啊 那什麼上塔呢 很不小心呢 就被推掉了 那我們這次的陣容呢 是一個 三大男的陣容啊 大象再加上薩尼 那凱撒路是由這個 愛理所來擔當喔 那下塔也推掉 那我這裡 這個大呢 直接斬殺 有沒有看到 對方的這個漁人啊 開啟大招之後 我還是直接斬殺 收掉他 這就是斬殺比較強勢的地方 還有像是 馬洛斯或是 趙雲 那些打增傷的角色 在 這種 漁人的面前啊 應該說漁人在他們的面前啊 都還是 就算從 小蛋糕變成大蛋糕 在他們眼裡也都是一口吃啊 好不好 一口吃 士林小蛋糕 那這 哇這一把巨劍呢 又沒有斬到對方的兔子 相當的靈活跑掉了 那這裡呢 我本來是想回程一下 看一下狀況 好都沒狀況 就直接回程喔 通常按回程的時候呢 我會 繼續的 就是看一下 左手狀況 如果馬上有這個 緊急狀況 我就要馬上再從草叢出來 出動了 那是因為 剛剛呢 也沒什麼大事情發生啦 所以允許我先回家 躺一下休息一下 重新再出發 那這裡我在草叢繼續蹲一下 看一下喔 這隻魚人其實我沒有想理他 我比較想要抓的是後排啊 但是都沒後排出來 那我就趕快先清個兵線 因為 坦的經濟呢 算是會是全隊最低的嘛 所以 稍微有兵的話也可以要吃一下 讓自己肥起來 那這裡對方果斷開大 我們感覺是被一個夾殺喔 那這裡看到這個愛里血量很殘 直接在一個斬殺 那雖然是沒收掉 不過也被毒死了 那這裡這一隻魚人 我本來想把他推過去 結果他已經先掛了 那我這裡本來是想回去的 結果呢 覺得說好像可以推一下塔 那就跟著大家一起推塔 而且 薩尼的這個被動啊 在生命低於30%的時候 會恢復你最大的生命值的24% 相當相當的多喔 那 很多人薩尼本來就要死喔 結果打不死啊 差不多就這原因啦 那 這裡呢 我們就跟對面的這個 史萊姆 史萊姿 史萊姿還是什麼 好 就叫他背包兔好了 那這裡呢 我直接瞄準他一個斬殺劍 棒 下卡拉卡 好不好 這把劍呢真是 又大又長啊 再遠的距離啊 也是直接斬掉 所以呢 斬殺呢 是一個 圓形的範圍嘛 那薩尼的這把長劍呢 就是一個 長條形的範圍 剛好有圓有長啊 那 讓薩尼呢 能夠 如虎天翼啊 那這裡呢 我同樣遇到困難了 我直接在一個進場 一個大招收掉 斬殺 這把劍再一次的斬掉對方的這個魚人啊 那我這裡呢 是在想說要追左路還是追右路呢呢 發現我追錯人了 我也追不到納克 然後 最後呢 連愛里我也追不到 真的是一個左右為難啊 那我們這裡呢 跑最快的就是愛里 再來應該就是悟空啦 那我呢 就是跟在後面 一步一驅慢慢的走就好了 老人家嘛 走太快啊 骨頭不好啊 那這裡跟著 愛里呢 在上路這裡遊蕩 那把他們的 野怪也吃一吃 那這裡看到納克 其實我也沒有想要推納克啦 因為 納克一下就跑掉了 沒什麼經濟效應 那這裡直接推進了啊 不過發現我 如靈大軍啊 對方一坨人都 在那邊 就算我是坦啊 我還是要稍微小心 那這裡直接 把他們推到撞牆 那不過這裡呢 這把劍我是不會灰下去 因為他們血都太多啦 灰下去有灰跟沒灰一樣啊 等於是做白弓喔 那這裡再推一下 再打一下 那看到愛里開招喔 我覺得這把劍揮下去 OK價值連城 可以殺了 那這裡呢 再推一下納克羅斯 直接開斬殺 收掉對方的納克 那這隻魚人呢 直接 緩住他的 漢地拔衝 就是讓他定在這裡 把他往前推 那這隻兔子 我們來看一下 漢地拔衝 好沒有推到 那 我們的大象呢 非常的英勇啊 這是一個 這個 那個 那種 斯巴達民族啊 好不好 直接殺進去 雖然說沒殺到人 不過呢 我們也直接把他們的高地 塔給推了 那 這一波呢 幾乎就是 奠定了我這個 勝利啊 那我本來想 把那隻兔子推進去 不過想到說 這樣的血量 推進去應該是會被直接 給溫泉打死啦 那 我今天這場比賽的完美戰績呢 就會 留下一個污點啦 好的 那 這場比賽呢 就到此結束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的狀況 好的 709 也算是一個完全比賽啦 好不好 拿一個 MVP 不為過啦 好的 那我今天這場比賽就到此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 無論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